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冲华阵线 今天是大年初一 祝各位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这一期呢 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印度 印度跟解放军 在中印的这个班公湖撤军了 今天是正式开始撤军了 是印度开始这边撤军了 开始就是这个 用印度防长性格的话讲 属于是脱离掉了 然后大家会寻求 尤其是印度会寻求 这个永久的这个军事哨所 大家就不接触了 这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是牛年的第二个好消息 第一个我说是BBC被枪决掉 那第二就是这个事情 那前两天已经正式发表声明 那今天开始正式撤退了 这样也可以让我们的解放军 稍微松一口气了 休息休息 因为在前线 我前线也有认识的这个官兵 在前线如此高强度的这个对垒 确实非常累 那在讨论的点是什么 就是印度为什么会撤军 印度不是很强硬吗 印度不是跟美国这个搞准备战争 这个军严吗 印度不是跟拜登打了电话 要强调什么印太战略 对吧 重要一环 当然有原因 有四个原因 四个原因 促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撤军 我说过 就是这四个原因的主因 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你怎么去和中国叫板呢 是不是 印度现在国内什么情况 我等会给大家介绍 前两天 巴基斯坦的网友 怼了一下印度的外交部长 他的印度外交部长叫苏杰生 他说 中印平行崛起 是这个星球上几乎没有的事情 巴基斯坦网友说 你算老起 所以我跟各位讲 是 确实这个话说的 巴铁说的这个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么 他撤军有四大原因 第一个是 他的这个士兵 在后勤保障不足 后勤保障不足 大家要知道 他的这些T系列的 譬如说T90坦克 他在这个高原山地这边部署 他不适合高原山地作战 他是重型坦克 在这边部署下了大雪 他们物资匮乏 很多这个印度士兵 要用这个汽油 一个晚上去点燃汽油 去烤这个T90坦克的 这个柴油发动机跟油路 因为一旦冻住 那这些坦克将瞬间 没有任何作战的这个本领 将会丧失作战能力 而且不仅是这些装备 包括他的这个 用武装直升机来运 运输物资 在冬季的喜马拉雅地区 用武装直升机 顶着那个风 顶着那个逆风 从北往南吹的这个逆风 往那来飞 由这个物资损失是耗 这个耗材是耗得非常厉害的 那印度的士兵 吃不好 穿不暖 睡不好 他的这个物资都匮乏 都是从外国 从美欧花大价钱 去采购的物资到这边 原来他撤退了这个 差不多20万大军 但后面又陆陆续续 由于再次紧张以后呢 陆陆续续又从南方中部 调集了一些士兵到这里来补 大概差不多也还是有20万兵力 但是这20万兵力 根本就难以抵抗得住 冬季的喜马拉雅山的气候 所以他没有战斗力 那这样的部队 如何和面对解放军打仗 解放军在这里部署都是 99A坦克 包括154主弹坦克 等等等等 这种重型武器 而且我们的这个装备设计是 要求是耐寒的 耐腐蚀性的 所以说印度 这是他必须要撤退的原因 第二 印度的农民在国内大规模的造势 大规模造势 我说过 原来印度的这个农民 印度是一个农业国 它的农业国 农民是主流 这是它的 属于它是一个蜘蛛产业 它65%到70%左右的生产 都是来自于农业 那由于这个新冠的大背景下 原来政府 会去收购这些农民的粮食 那现在由于它 那你收购农民的粮食 这个你是要拿财政补贴出来 来买的 对吧 那现在的中营边境线上面 大家要知道 印度在那边 每天要耗掉多少军费 每天是要耗掉几千万美元的军费 几千万美元 大家想想看 有统计过 大概是四千多万美金 每天二十万 四千多万美金 而且这些油料 乱七八糟 这个运输 因为它的 这个 运输的这个费用特别高 特别高 因为它没有那种高速公路网络 很多它 效率又低 大概就这么几千万美金 它每天都花掉 它哪是得销 你想想看 到现在光在北部 它花了多少军费了 多少军费 大家想想看 它能吃得销吗 那这些钱本来是去采购这些印度农民的手中的粮食的 那政府说你们 我们不来采购了 你们去自己去自行去卖给想要的人 在市场上面随意可以进行买卖 那买卖当然仅仅没有人 没有人收 你出口又不行 对吧 没有人说 印度农民不就起来造反了 那政府给他们解释是 政府没有钱 那印度农民非常的聪明 直接说 他们不好骗 印度人我说过 从上到下都是 滚到肉 都是老油条 滑得很 跟泥球一样 那他就跟政府讲 可以啊 中印毕竟现上的这个士兵可以撤回来 不要把这些钱花在这个上面 对吧 那个是无意义的 你又不能把中国给消灭掉 无意义的嘛 那你只能撤回来 撤回来之后 不用这么大的军想铺在这上面了 那OK 那就购买我们的这个粮食嘛 那么这个因素 我们也知道 印度农民几十万几十万往心底里跑 印度国庆时候 阿雄坦克在开着 摩托车孔雀开平着 那旁边两条道 印度农民驾驶的拖拉机 跟阿雄坦克一起并行 阿雄坦克拿这个拖拉机 没有什么办法 那第三大原因 他的这个新冠特别厉害 印度的新冠 我跟各位讲 莫迪他这个控制他的媒体 大家都知道 印度的媒体擅长这个大规模造谣 和大规模的这个欺骗 谣言满天飞 那我说过 我们有些人做节目 不能拿印度的 这个报纸的这个新闻消息源 来作为消息源 那对自己节目伤害是很大的 那现在印度 他的这个真实情况是什么 他的新冠特别厉害是什么 从1月20号开始检 可怕到什么地步 大家要知道吧 就是说他检测了这么多人 每两个就有一个是呈阳性的 什么概念 有专业的这个智库讲 说印度按照这个病理学家的这个分析来讲 按照印度现在这种比例 跟现在这种传播途径 起码现在有三亿人感染 或者说已经感染过这个病了 想想想三亿人 他学的这个特朗普所谓的全民免疫 没事我们能抗过去 到现在三亿人 那国内等于说复工复产 基本上都不行 而且莫迪又跟中国打所谓的贸易战 但是我们只是投资的那些东西 明明上看到的钱损失了 但是他损失的更多 由于搞这个贸易壁垒 他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铁 这个钢材涨价25% 你刚才这么高的价格 还有这个铁矿石的涨价也有关系 你澳大利亚卖给印度 跟卖给中国一样的 你印度跟澳大利亚 又没有打这个贸易战 那为什么他这个价格抬高了 卖你还是这个价格 对吧 在这个面前 亲兄弟就明算账了嘛 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原材料 都从中国进口 现在你又断掉 又不进口 那你国内复工复产 没指望 老百姓收入骤降 印度GDP2020年 狂缩碎9.6% 第一季度第二季度 暴跌25% 现在呢 还是在继续在这个跌 所以说这个疫情 非常的严峻 形势非常严峻 这是第三大理由 第四个 就是我说过 那个微波的武器 印度在中印边境线上 解放军部署非常多的 这个微波武器 这个是印度 他自己证实的 对吧 我说过 我之前看到 有别的APP主 在那边说 说 那个 这个办公壶的 这个南部的山头 是我们打下来的 不是微波 微波是这个谣言 其实他自己在造谣 那后来印度 他自己证实了 是有这个微波武器 对他们进行这个攻击 那微波 我们了解 它是一种 微波炉一样的 一种东西 把你体内的这个水 给它点燃了 那皮肤就会很疼痛 受不了 受不了以后 那只能撤退 这是中国的高科技武器 所以说 中国用这个 非常规的手段 搞得印度鸡飞狗跳的 他只能撤退 只能撤退 所以说 这四大原因 再加上 这个经济严重下滑 没有钱 内忧外患 等等这些的原因 爆发以后 那印度 不得不面对现实 而且相反的是 印度发现 当他自己一点点 步行的时候 一点点这个筹码 再往下 这样 对吧 一开始拿这么大 到赌场里面 拿这么大筹码过来 叠着 发现 就变这么一点 但是解放军 肯定刚开始 是这么点筹码 但现在在中央 毕竟线上 加的这么高了 那这样的比例 放在一个天平上 明显是 这样 那他拿什么 跟中国来对一类 拿什么 跟中国来对抗 中国 国内 已经连续 五天没有 本土的增长的病例了 那你印度呢 三亿人 终于 零和三亿 是什么概念 大家自己去想 零和三亿 是什么概念 所以说 他不得不撤退 第九轮 第九轮军长谈判 我们给他的态度 也很明确 你想玩吧 继续玩 咱们 看到没有 不停的在 我们一开始 没有把 王牌武器拿过来 我们都是 一点一点一点 加的 现在我们就是 把王牌武器 都上来 全都是最先进的武器 我们中国目前 可以拿得出所 最先进的 轰6K 长航式 无人机 听说 无争八也在 那个地方 无争八 还有 尖二零 对吧 尖十六 尖十一 九九A 红旗十 红旗九 防空导弹 全都往那边搞 他受不了了 所以我说 印度 他不要再想到 像当中 还是八国联军 他们的思维 还听说 在八国联军时代 觉得那个时候 是印度的小跟班 在上海租界 门口当个警察 拿个警棍 他以为他还是 英国忠实的普冷 忠实的走狗 鹰犬 爪牙 时代已经一曲不复返了 我说过 如果说 今天中国 我们处于跟03 SARS那年一样 就我们这边在爆发 别人没爆发 那也许他们讲的是 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但现在是 我们已经 通过我们伟大的 这个抗疫 我们已经战胜了 这一个病毒了 至少说目前来讲 比别人要做得好 那别人自己呢 内部是疯狂的在 一个像一个蚂蚁 被铸空了一样 被铸空了 地面都是空了 被掏空了 内部 随时可以崩塌 那大家想想看 就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条件 拿什么跟中国人来叫板 我说过 咱们叫澳洲 现在就对着英国 一个一个一个在出手 你们不是要搞 所谓的第十国家联盟吗 中国一个一个出手 在逐个击破 他们只能躺平 让我们强奸 他们没有任何的 还手之力 我说过 这个印度当他的 这个苏杰森 所以又要扣到前面 这个主题了 苏杰森说 中印平行崛起 是全世界少有的 一个盛况 那巴结斯坦的这个 网友 直接就说 你算老起 这个话 是最好的解释的 你算老起 在中国人面前 你算老起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印度啊 这个国家 它要是实相的 就是跟中国继续合作 当然我们也知道 它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跟它合作 也要谨慎 如果说它 还是要跟美国 继续玩这个 印太战略的 那不好意思 咱们可以玩死你 玩死你 让你这个国家 都被消耗掉 它中了我们的套了 咱们就是要让它 把所有的 抗议的 搞内政的钱 都花在了 这个北方的 这个穷兵独武上了 那事实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事实怎么样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赖昂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